宝贝 又到了跟天父说说话的时间咯 我们先来读圣经 今天继续《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到三十五节 他们既奉了差遣 救下安提阿去 聚集众人交付书信 众人念了 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 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 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兼顾他们 住了些日子 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的 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 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 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 传主的道 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 初期教会使徒忠心传福音的教宗 何其美好 现在就让妈妈带宝贝 我们一起祷告 上次生命的阿爸天父 感谢你让我和我的宝贝 每一天带着荣耀你的使命而活 我们愿意用一生向人传报你平安和喜乐的好消息 伟大的阿爸天父 请你将够用的能力和恩赐放在我们身上 好叫我们最后站在你荣耀宝座面前的时候 能够得到你称赞我们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亲爱的天父 祈求你帮助我们 无论在哪个地方 让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 天父 谢谢你用温柔怀抱宝贝安眠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